再来看到今天在大五国小 也举办了这个跳蚤市场 学生们将自己堪用 但是又少用到的物品 像是娃娃 汽车 玩具等等的物品 拿出来贩卖 而这次校方也邀请了家福 华山基金会等团体一起参与 希望借此让学生懂得爱惜习物 也能将所得捐赠给有需要的民众 这只垃圾桶 一个两百块两个刷你三百五重 学生推交着自己的商品 希望能卖出去 还有学生将自己的玩具 娃娃拿出来贩卖 吸引其他同学购买 连家长也来共襄盛举 包包 然后还有这个旅行箱 还有这个帽子 可以摇 这里买的东西比较多又便宜 然后 橙色比较 还有它的玩具 有时候它喜欢的我就 很便宜啊 对对可以了 这是大五国小举办的爱物习服跳蚤市场 校内师生将自己堪用但又少使用的物品拿来贩卖 并再次利用 校方也期盼借此能够培养学生爱物习物不浪费 我们是希望老师跟小朋友都把家中不用或者是现在没有再用 或者是说很少用的物品 但是堪用 把它整理好之后呢 带来学校做一个贩卖 然后这个贩卖的所得呢 可以作为小朋友的利用钱 或者是捐给我们的一些弱势团体 就让小朋友可以感恩可以回家的社会 这次校方也邀请家福华山基金会等团体一同参与 并鼓励学生将部分所得捐赠给慈善团体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继续讲解大五项报道